生命纪第33章 这是神人摩西在死前给以色列人所住的福 他说 耶和华从西奈而来 从西尔光照他们 从巴兰山射出光辉 在千万圣者中来临 从他的右手有烈火的律法 他实在爱人民 他的众圣者都在你的手里 他们坐在你的脚前 各自领受你的话 摩西把律法吩咐我们 作为雅各会众的基业 人民的众首领 以色列的各支派 一同会合的时候 耶和华就在耶稣伦做王了 愿刘本生存不至死亡 愿他的人数不至稀少 论到犹大 他这样说 耶和华啊 求你垂听犹大的声音 令他归回自己的族人那里 他曾用手为自己奋斗 愿你帮助他抵挡仇敌 论到立位 他说 耶和华啊 愿你的土名和乌林 属于倚靠你的立位仁 就是你在马萨试验过的 在米粒巴水边 与他们争论过的 立位仁论到自己的父母说 我没有看过他们 他不承认自己的兄弟 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 因为他们谨守你的话 持守你的约 他们要把你的典章 教训雅各 把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 他们要把乡 焚在你面前 把全身的繁祭 陷在你的祭坛上 耶和华啊 求你赐福他的能力 悦纳他手中的作为 那些起来攻击他 和恨他的人 愿你刺透他们的腰 使他们不能再起来 论到变雅敏 他说 耶和华所爱的 必在耶和华身边 安然居住 耶和华终日庇护他 也必住在他的两间之间 论到约瑟 他说 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 得着从天上而来的 上好之物 以及蕴藏在地里的泉水 得着从太阳而来的 上好之物 每月所产的加果 得着从太古之山而来的 上品 从永远之岭而来的 上好之物 得着从地所出的 上好之物 和其中所充满的 得着那住在荆棘中的 耶和华的恩宠 愿这些都临到约瑟的头上 就是临到那在兄弟中 做王子的人的头上 他投生的公牛大有威严 他的两脚是野牛的脚 用来抵触万民直到地极 这脚是以法连的万万 那脚是马拿西的千千 轮到西布伦 他说 西布伦啊 你出外的时候要喜乐 以赛加啊 你在正棚里的时候 也要喜乐 他们要把万民招到山上来 在那里要献上公益的祭 因为他们要吸取海洋的丰富 沙土中埋藏着的宝藏 论到迦德 他说 那是迦德扩张的 是应该称颂的 迦德蹲下如母狮 他撕裂绑壁 连头顶也撕裂 他为自己选择了头一份 因为在那里 有指挥者的份存留着 他与人民的众首领一同来 他施行耶和华的公益 以及与以色列有关的典章 论到但 他说 但是只幼狮 从巴山跳出来 论到拿福他利 他说 拿福他利啊 你饱受恩宠 满得耶和华的福 可以取得西方和南方为业 论到亚瑟 他说 愿亚瑟蒙福胜过众子 愿他得兄弟的喜悦 愿他把脚站在油中 你的门栓是铜的 是铁的 你的日子怎样 你的力量也必怎样 没有人像耶稣伦的神 为了帮助你 他成驾诸天 在他的威严中 他腾空行云 亘古的神是你的居所 他永久的绑壁在你以下 他把仇敌从你面前赶出去 他发令说 毁灭吧 所以 以色列可以安然居住 雅各的本源 独处在产五谷新酒之地 他的天也低下甘露 以色列啊 你是有福的 有谁像你呢 你这蒙耶和华拯救的子民 他是帮助你的盾牌 他是你威严的刀剑 你的仇敌必向你屈服 你必践踏他们的背脊 有 кли词 我们发屁如 有点灭 再复养 记转 我们目前要转 有点灭 务务务务方